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十一篇第四十七章圣悲 这一场对战从一开始他们精角族的悲传就已经露出了优势 甚至于在战斗结束的前一刻悲传还自信十足的施展出最强的绝招 凭借剑枝事件水晶巨剑来施展震空剑术 想要干脆利索的击败罗锋 可局势突然逆转 人类天才突然爆发 压倒性优势击败了悲传 怎么会这样 怎么就输掉了 刚刚狠 吴靖的精角族的人们都无法接受这一结果 而主持这一场对战的辉煌的声音再度响起 此战 人类天才 罗锋获胜 在听到最终结果时 罗锋顾不得去看那重伤爬起的悲传 而是迅速的飞入了狼道内 恭喜殿下 狄伦笑着说道 罗锋殿下 实力的确非凡 进入狱主级九阶时间这么短 竟然就能击败我族天才悲传 此番企长老恭喜道 可是从语气中也能感觉出 此番企长老并没有那么多的开心 我们赶紧走 罗锋耳朵清晰的听到 那斗舞场超过十亿金角族人的喧化声 议论声 呵斥声 以及还有各种挑战声 很多金角族青年都在嚎叫着 人类罗锋 我要挑战你 人类罗锋 接受我的挑战 接受我巴斯瓦的挑战吧 挑战声 愤怒的骂声 各种声混合 声浪 仿佛将天空都要掀掉 是得马上走 地论连王点头 太热情了 罗锋摇头笑道 族亲普通民众更加期待获得一场胜利 悲传的失败 的确会引起很多族人愤怒不甘 此番旗长老摇头感叹 不过他们都是普通的民众 事业狭窄 根本看不清我们金角族和人类最大的区别 但但天才对战获得胜利 其实对整个族群并无用途 可为了让族群更团结 明知道这事很无聊 却还得支持这事 罗锋点点头 罗锋殿下 我们从后面走 此番旗长老说道 嗯 罗锋 此番旗长老 塔什纳 迪伦 五名借主护卫 悄悄沿着一条通道 离开斗舞场 可刚刚走到斗舞场外 便遭到了一群青年的阻拦 人类罗锋 请接受我的挑战 人类天才 我赤诺 正是向你发出挑战 那群金角族青年们 个个激动无比 赶紧走 罗锋皱眯眉 是 低论点头 放心吧 没事 此番旗长老 则是凭借不朽之力 直接压制那一族群内青年的骚扰 罗锋一群人迅速破空而去 飞向圣城内 圣城广阔无比 而在圣城内 还有一座城中之城 圣地 圣地 是整个拉斯奥世界最耀眼最神圣的地方 那里有一些潜修的基础 专门是为金角族一些强者准备 还有两座塔楼 一座是叫密典塔 一座是叫圣碑塔 论重要性 自然是圣碑塔更重一筹 看 此番旗长老 摇指远处的一座上百公里高的白色塔楼 那就是密典塔 有我金角族历代无数强者的各种密典的试读本 试读本 罗锋一阵 对 此番旗长老点头 组内密典无数 为了让后来者更加好的选择密法 将每一种密典都弄出一本试读本 试读本内只有这密法内容 最最前面的极少部分内容 这试读本 纯粹是让观看者明白 这本密典到底是修炼什么的 至于详细修炼方法什么 一律没有 罗锋微微点头 只有确定选择哪一本 而后发出申请 才会被赐予真正的密典 此番旗长老问道 毕竟我经叫足无数年积累的密典 价值无量 如果所有全本密典都放出去 恐怕很快会遭到很多强大族群的抢夺 而现在仅仅只是试读本 没有一本有修炼之法 很安全 罗锋理解这么做的原因 另一座为圣碑堂 就是存放圣碑的地方 此番旗长老指着另外一座通体金色的高堂 罗锋殿下 你有独自参悟圣碑一个月的机会 到时候 就是进入那圣碑塔中 你看 整个圣地 乃是城中之城 此番旗长老指向周围 周围有着一座座 幽静古朴的住宅 并没有什么华米装饰 一切都显得很古老朴素 一眼看去 大量的住宅都散发着一种很特殊的古老韵味 街道上 随时可以看到一些不修蝙蝠的精角族修炼者们往来 一个个若有所思 整个圣地内没有任何用餐的享乐设施 这是一种修炼氛围 想要在圣地内拥有一座住宅安静遣修 或是真正受无数族人尊敬的强者 或是让无数族人赞叹的爵士天才 或是元老们重视的人物 此番旗长老感叹 这圣地内欠修的都是我精角族未来的希望 殿下 我们精角族也为你准备了一座住的地方 此番旗长老笑道 请跟我来 片刻 一座占地大概十余亩的古朴修炼居所 出现在视野内 罗峰等一群人站在前面 此番旗长老 此番旗长的眼前这种居所 这算是圣地内极大的修炼住宅 殿下 你可以将护卫安排住在这里 登去圣殿塔 参悟一个月后 也可以住在这好好吸收 圣杯中的一些奥妙 罗峰殿下 修炼居所外 一名黑色战海精角族人恭敬行礼 这座居所从今天就是殿下您的居所 殿下想住多久就能住多久 罗峰微笑点头 你们五个先在这里休息 罗峰吩咐五大借主护卫 是 殿下 五人恭敬的行礼 迪伦 陪我去那圣杯塔看看 罗峰笑道 带着第一轮 斯凡奇长老 卡什纳 片刻便走了数百公里路 来到微额存产的圣杯塔下 罗峰仰头 看着这一座通体金色 高过百公里的圣杯塔 人类罗峰 一道低唇的声音 在罗峰涉海中响起 我 圣杯塔守护者 你拥有独自在圣杯塔 圣杯塔参悟一个月的机会 然后现在就开始参悟 就现在吧 罗峰点头 好 圣杯塔守护者 直接将此刻正在参悟圣杯的 一些精角族人们打断 然后将他们赶出圣杯塔 或许这些精角族人们的参悟时间 还没用完 可是因为人类的关系 那些精角族人们只能等到一个月后 才能继续来参悟了 人类天才 看 就是那个 我参悟好好的竟然被打断了 我还有三天参悟时间的 只能等到一个月后 才来再参悟三天了 真是 哎 谁让对方是人类呢 数十名精角族的人 从圣杯塔中走出来 看了罗峰等人一眼 便彼此传音意乱纷纷 可他们也不敢惹事 只是传音意乱一翻 便离开了 迪传 你们都回去吧 我去圣杯塔参悟 一个月后出来 罗峰说完 直接朝圣杯塔的入口走去 刚进入圣杯塔时 就感到刺骨的寒冷 略微呼吸都感觉抽低温 渗透进体内 人类罗峰 我圣杯塔守护者 你可以称呼我为守护者 一群针笼罩在 华丽的黑色战凯中 只是露出一双 泛着紫色的毛色 透过那头盔 盈盈看到这位守护者的皮肤 是呈现暗红色的 整个人 泛着一股无比可怕的 锋利气息 他旁边 正有一柄 约三米高的巨型刀刃 插在地面上 那给罗峰的乌形微压 丝毫不亚于真眼王 守护者 罗峰微微行礼 进去吧 圣杯塔守护者低沉道 罗峰点头 直接沿着黑漆漆的通道 不断往里面走 很快 便进入一广阔无比的大清 阳头往上看 甚至于都能看到 上百公里高 圣杯塔的顶部岩壁 显然整个圣杯塔 总共也就一层 这一层广阔大厅内 正放着一微额的晶体 晶体圣杯 整个杯高约三百米 宽约一百米 厚度大概在五十米 通体是一种淡绿色的晶体构成 一股让人屏息的气息 透过这晶体圣杯 蔓延开来 同时 整个晶体圣杯的最中央 却有一个孔 孔直径大概在三十公分 深约一米 是一个圆锥形的孔洞 和我们人类的五十二尊 混沌杯不一样 首先材质就不一样 感觉也不一样 罗锋站在圣杯的正前方 顿时看到 这高三百米的淡绿色晶体圣杯上 竟然是一幅非常诡异的恶魔图 一头人形恶魔 在咆哮的图 恶魔咆哮图 整个晶体圣杯 就是这么一幅图 而圣杯的中央 竟然还有圆锥形孔洞 罗锋暗自嘀咕 随即不再多想 开始仔细观察 这圣杯 刚刚一凝神观看 一时便不由自主的 被吸引进了恶魔咆哮图 呼啰啰啰啰 一时被那恶魔咆哮图 的人形恶魔的翅膀中的 其中一个羽翼 吸纳进去 仿佛看到 无限星空 宇宙星辰在演变 嗯 罗锋心中刚有所悟 这段时间 一直卡在 预主机巅峰的体内世界 似乎受到 这一丝气机的影响 忽然开始震动起来 啊 罗锋已经 立即从感悟圣杯的状态中 脱离出来 同时立即明白 发生什么事 体内世界要进化了 要踏入 借主机了 嗯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十一篇 第四十八章 借主机 罗锋站在巨大的圣杯前 闭上眼睛 意识完全纯净在体内世界中 体内世界 原本长宽达到九十万公里的浩瀚金属大陆 开始疯狂吞袭在大陆外围的无尽的金色雾气 也吞噬着大陆高空之上的无尽金色雾气 雾气笼罩整个金属大陆 和之前几次世界蜕变完全不同的是 吞噬无尽金色雾气的浩瀚金属大陆并没有扩大 而是苏小 吞噬着金色雾气越多 金属大陆本身越来越小 而整个体内世界空间则是越来越大 仅仅片刻 整个体内世界空间直径就比之前大了十倍还不止 而长宽九十万公里的浩瀚金属大陆 却在无数年积累的金属雾气融入下 越来越小 最终变成一座金色山脉 环绕成的无尽深渊 两界渊成 呼噜 两界渊悬停在广阔的体内世界空间中 在两界渊的深渊崖壁上 满是无比复杂的密文 比之前看过的血落之力 手伸头颅跑小徒的密文还要复杂得多 在两界渊的山脉内同时凝聚着无数金色光点 这些金色光点乃是之前长宽九十万公里的金属大陆 以及无数金色雾气凝聚后的精华所在 此刻密密麻麻的金色光点正在不断的旋转 仿佛星云般缓缓凝聚 金角界是宁 罗峰意识强横 直接操控这一进程 呼噜 星云般的无数金色光点 瞬间凝聚一体 变成了一颗金字塔形状的 大概只有手指头大小的金色石头 这块金色石头 悬浮在两界渊山脉内 却令周围空间都荡起连依 无形的波动 完全令整个体内世界随它震颤 金角界石 一头金角巨兽 一生下来 就会诞生出唯一的一颗金角界石 由金角巨兽那庞大的体内世界 真正精知精华 宁念出的一颗金角界石 隐含金空间属性 堪成真正的至宝 罗峰心中感叹无凭 金角界石 金角巨兽最重要的财富 因为从一主机突破到限主机后 金角巨兽的体内世界 不再是纯粹是金之能量 而是会变成很正常的有江河山水 可以让生命居住的体内世界 所以那股凶悍 充满攻击性的金之能量 便凝聚成了一座两界渊 两界渊的能量精华 则是在金角界石 在体内世界发生巨变时 罗峰地球人本尊体内的缘合 同样开始发生巨变 呼噜噜噜噜噜噜噜 灵魂晶体和原力晶体 在一股无形力量影响下 直接融化为液体洪流 两股洪流开始触碰 当精神念力和原力真正触碰 融合意识意志后的第一次融合时 第一缕世界之力诞生 世界之力一诞生 便让罗峰的一丝意识 仿佛共振般感应到浩瀚宇宙的本源 原始宇宙 是最为古老 最为广袤庞大 孕育族群生命最多的强大宇宙 像初始宇宙 虽然是独立于原始宇宙外的一个宇宙 可确实不是原始宇宙的万一 原始宇宙的真正本源之地 当罗峰体内第一次世界之力产生时 便沟通了与那无比遥远的本源之地 啊 这就是宇宙本源之地 罗峰一丝意识 在世界之力的共振下 瞬间已经进入到宇宙本人之地 那是一片无比广袤的大地 以罗峰的意识 仅仅只是感觉到 这无尽的大地 根本感觉不到其他存在 而这无尽的大地 每一颗泥土都仿佛一个空间 空间中存在着 无尽的宇宙星 一沙里一世界 一世界无尽宇宙星 这 这是宇宙本人之地的真面目吗 罗峰震撼不已 不过自己所能感受的 亿万公里无尽大地 恐怕只是这宇宙本人的 之地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可即使如此 已经让罗峰震撼 两界共振 当罗峰义时 真正接触宇宙本人之地时 圆壳内和体内世界 同时发生惊人变化 体内世界中 原本仅仅只剩下 两界渊 而此刻 仿佛瞬间将体内世界 和原始宇宙本人之地 打通了一条通道 无穷无尽的宇宙本人能量 世界之力 涌入体内世界 就仿佛洪水般汹涌而来 无比的狂猛 几乎一个瞬间 就将体内世界的空间 给完全充满 须知体内世界空间 已经比之前直径 扩大十倍 却依旧瞬间充满 显然 对于原始宇宙本人之地而言 随便一颗沙粒 空间隐含的宇宙晶 释放着能量 即可充满 罗锋的体内世界 好爽 瞬间就拥有 这么多宇宙能量 可惜 这样的机会 仅仅只有在 预主机突破到 戒主机关卡时 才拥有这么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 罗锋暗谈 随即不再多想 意识连操作 那充斥整个体内世界的 宇宙本源能量 世界之力 宁 中央大陆 金木水火土 五座边缘大陆 直径大概在 五百万公里的 广袤中央大陆形成 还有五座直径 大约在 一百万公里的 边缘大陆 那五座边缘大陆 或是火热 或是冰冷 或是草木无尽 或是金属山脉处处 或是 无尽的厚土 六座大陆 间 为无尽之海 轰隆隆隆隆隆 天地 间自身 无尽洪水 洪水浇灌 充斥整个体内世界 大半的面积 海域面积 远远超过 陆地面积 中央大陆内 有内海 顿时那迟近 大概五百万公里内的 中央大陆最中央的位置 开始不断的塌陷 这些泥土化为虚无 无尽海水诞生 上了去 便诞生了一座直径约 九十万公里的广袤内海 这座内海完全是在 中央大陆内部的 内海之星 为两界渊 咕咕 海水潮流 两界渊缓缓升起 就仿佛一座内海孤岛 孤岛中央就是 无尽的深渊 好似通往另外一个世界 无尽万物 生 罗峰将一切 都交给体内世界 自然演变 中央大陆 五大冰原大陆 内海无尽之海 全部都自然而然 演变出许多植物 花草山外等等 仅仅片刻 整个体内世界 就真正成为自己 和世界没有什么两样 体内世界 我 花 还未用完的大量 宇宙晶本源能量 迅速化为宇宙晶 瞬间就在大陆上 凝聚成一座 宇宙晶山 体内世界已经凝聚成功 那些宇宙本源能量 世界之力 自然也就凝聚到了宇宙晶山 一般刚刚跨入戒主心 都会有这样的际 不过正常的戒主 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么庞大的一座 宇宙晶山 因为那些戒主们的体内世界知道 要比罗峰的体内世界 小上很多很多 据我所知 很多戒主的体内世界 直径一般上万公里 而我的体内世界直径就过千万公里 越是强大的体内世界 所要承载的原核就需要更加强大 以长宽九十万公里的体内世界 蜕变成直径超过千万公里 罗峰体内的原核再度发生根本性的蜕变 在蜕变的过程中 原核也自然而然的吸纳了体内世界 演出的丝丝最精华的气息 也就是那精角界势的极少部分能量 员河内部 那精神念试洪流和原力洪流 已经完全融合 按照宇宙中明明的自然进化 演变成了一颗本圆珠 本圆珠微微旋转 释放出了无尽私线 连接圆河 圆河也因此完全发生了改变 从晴星级到恒星级名称 一直是用那种半透明的 且表层有着复杂金色密纹 释放出金色亮光 显得很是神秘 可是在它踏入戒主级别 缘合在西纳斯斯体内世界精华气息 本源珠气息 宇宙本源之地气息后 竟成了一个看似普通的缘合 古朴没有丝毫光芒 连金色密纹也已经完全收敛 我的老天 罗峰震海 我现在的缘合承载千万公里 直近的庞大体内世界 已经比很多戒主巅峰强者的缘合 还要可怕得多 等我达到戒主巅峰 这缘合得达到什么程度 难怪金角巨兽有三大天赋秘法 又有传承记忆 还有长于人类十倍的寿命大雪 可突破不到不朽的 依旧极少极少 感应到缘合的事情 罗峰就明白突破到不朽的眼睛 那种艰难 就算现在 罗峰放开防御 让强者来批自己的缘合 就算戒主巅峰强者也批不开 当然 罗峰也不会将自己的命 交于别人 踏入戒主机后 体内世界已经是真正世界 不一定非得吞噬金属 普通戒主们都是用普通经 推动世界演变 之前我体内世界诞生如此众多的扩张 也是靠着无尽的宇宙经 瞬间演变而成 我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 是用宇宙经来让我体内世界扩张 这样就算达到戒主巅峰 体内世界直径也就超过三千万公里 第二条路 依旧是用珍贵的金属组合来吞噬 那些金属最合适金角巨兽 在被两界渊吞噬后 最精纯最珍贵的一丝金质能量 会寒入金角戒石 其他能量直接催动体内的世界演变 金角戒石蜕变后 也会有丝丝金角戒石 精华能量会影响到圆核 令圆核最强 能够承载更大的体内世界 这样的戒主巅峰极限时 体内真正直径超过九千万公里 罗峰很清楚 第一条路代表着稍微容易点 很多金角巨兽会选择这条路 第二条路 无比艰难 因为质顾更强 可好处是体内世界更大 实力更强 将来的神国也更强 不断吸纳精华的金角戒石 堪成最极品的金角戒石 最后的金角戒石 立前飞 其实的顾客 争取材 吉他